好 另外呢 这个马总统对菲律宾政府下的72小时最后通牒即将是在今天午夜12点到期 美国国务院新任发言人13号就首次举行例行的记者会 这位记者呢 追问到了台湾渔民遭到射杀的事件 并且对这件事情表达遗憾 美国国务院新任发言人珍妮佛·薄莎琪看上去相当年轻 今年只有33岁 13号首次亮相就被国际媒体追问美国对台湾渔民遭到射杀的立场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啊